Hello 我是彭錦泉 在80年代的職業球員 曾經踢過藍華會 踢過12年 之後移民去加拿大 Hello 我是阿門戒 現在正在看Keechee 今天我們會解答網上朋友的問題 Vervon Italian Keeper Right back I would have Trent Alexander Ciravax I would have Van Dyke Maldini Left back I would have Roberso Carlos Defensive midfield Porskulls The other two I would have Gerrard And Zidane And my front three would be Messi Ronaldino And Ronaldo 至於我那十一個 心目中的陣容 門將就是 迪基亞 就是比較近一點 兩邊閘 我選擇了 加利仔 中間是 李奧輝迪 另外 就是 巴里斯 左閘 就是馬典尼 中場四個 由右邊開始 就是碧咸 謝拉特 車路士 乾堤 左邊就是 馬納文 前面就是 美斯 和斯羅 在本港的球坦 我比較心疑的是 70年代的 球星 胡國雄 大家如果上了年幾 我相信都一定認識他 他的名字 叫大頭仔 他的技術很全面 又扭得又射得 至於在歐洲的球坦 我就會選擇 馬納當勒 是一個很心疑的偶像 因為我小時候看他踢球 他又是個人的技術 和射佛球 給的球是很有級數 所以我會選擇 馬納當勒 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在香港 我已經很純粹 在比賽中 有些大型的球員 但現在 我們有選手 Dajan Damianovic 他在亞洲最好 他擅長了 他擅長了 冠軍隊 標籍 所以 他已經比賽中 一年 已經很純粹 我已經很純粹 所以我認為 他會很難說 其他人 比賽中 在香港 國際上 Deevan Gerrard 是我的球技 所以 我肯定在馬納當勒 在馬納當勒 支持他 所以 如果有其他人 他會比賽中 受傷 其實在球員 都經常面對 我曾經接受過中醫和西醫治療 我覺得 如果是一些重傷 譬如骨裂 移了位 斷了骨 我覺得西醫的效果非常好 以及安全 至於我們踢球 經常是咬柴 扭傷 肌肉 拉傷了 我自己感覺上 是中醫可以給我的信心 以及治療快些 現今的醫學運動 中西的交流很重要 是可以幫助職業球員 在傷勢 康復的時間 會縮短的 我只會做西藏 因為我習慣了 每天後 我會常常用冰淇淋 不知道你會做這個 但我覺得這會幫助身體 我知道 香港和歐洲足球的距離 當然有很大的分別 無論在軟件和硬件方面 先說歐洲那邊 人家清分那邊做得好 還有在球場的資源都很充足 我覺得在球場方面 清分方面 還有在資源方面 政府一定要大力支持 足球這個運動 才是有得向上發展的 我覺得最大分別 在歐洲足球和香港足球 除了質素的分別 就是速度的 我認為他們比我們更快 比我們更快 即使他們比我們更快 甚至他們比我們更快 更快 我覺得他們比我們更快 都會更快 如果不更快 而更快 他們很喜歡足球 比賽之前很認真去備戰 再加上那時候的經濟 香港經濟 在資源方面 很多的商家 即是那些贊助商 去投資足球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待遇 人工都非常不錯 可以養妻活兒 現代的足球 大家都知道 每場球都幾百人看 很少人看 做職業投尾 都是一件不太好的事 打起來都不太投入 如果你想向足球 然後成為專業 做自己的決定 做100%的生活 每天 我覺得現代的年輕人 如果想投入足球員的行列 去認真 千萬不要計較 不要怕辛苦 運動是沒有速成的 一定要每天 每天 努力去練 日以繼夜去操練 才可以成功